味精,你可能在成分表中见过它,或者听过中餐馆综合症这个名词 但究竟什么是味精?为什么它在我们的食物中如此广泛使用? 味精,是一种增强风味的调味剂,带来美味的鲜味,也就是所谓的鲜味 但让我们深入了解它的历史、安全性,以及为什么专家认为它是安全的 早在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化学家发现了味精 从昆布一种海藻中分离出鲜味 它的发现将永远改变我们对味道的理解 从化学角度来看,味精是古氨酸的钠吟 这是一种自然存在于番茄、奶酪和蘑菇等食物中的氨基酸 它是一种白色结晶粉末,能为你的食物增添额外的鲜味口感 味精是通过发酵过程制成的,这与制作酸奶或醋的过程相似 它从玉米或甜菜等糖源开始 这些糖会被细菌或酵母发酵转化为骨氨酸 然后,这些骨氨酸会与那结合,形成味精 那么,究竟什么让味精可以安全食用呢? 它被FDA认定为,普遍公认为安全 进入AS和盐或糖一样 味精的那含量是普通盐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它实际上能帮助你减少总纳摄入量 同时提升食物的风味 而且,猜猜看 骨氨酸是你的身体非常熟悉的 它是大脑中的一种天然神经地质 味精已经在薯片、汤品甚至加工肉类中使用了几十年 它在亚洲料理中尤其流行,用来增强汤底、炒菜和蘸料的风味 但有个问题 有些人听过中餐馆综合症这个名词 指的是吃了含有味精的食物后头痛或不适 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这些反应通常是轻微且短暂的 科学研究并未证实味精与长期健康问题有任何严重关联 大多数人可以放心食用味精 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的 并且食物中的含量足够低 不会造成伤害 不过,如果你有敏感反应 最好还是避免使用它 事实上,我们吃了很多食物本身就含有天然的骨氨酸 例如,一颗番茄每份含有比味精更多的骨氨酸 所以,你每天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摄取骨氨酸 味精只是你厨房里的一个小工具 能在不额外增加卡路里或脂肪的情况下提升食物风味 无论你是在做炒菜还是调味简单的汤品 它都能增加鲜味而不会抢走其他味道 那么,味精对你有害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 答案是否定的 它是安全的 能提升风味 并且在全球的厨房中使用了超过一个世纪 记住,适量为宜 享受你的美食 享受美味的风味吧 感谢观看 请按赞 分享并订阅万物解码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如果您的感觉会有点赞 请按赞 订阅万物解码 请按赞 订阅万物解码